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這個 我們現在在介紹的是 就是我們做一個本努力實驗 做一個本努力實驗 什麼叫本努力實驗 就是說你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只有可能兩種結果 只可能兩種結果 那這種實驗是 兩種結果就表示說 每一種都可能 這一種或那一種都可能 這種實驗就是隨機實驗 因為它的結果到底是哪一個 你預先不會知道的 所以這個就是本努力實驗 所以本努力實驗你只有兩種結果 這種實驗都叫做本努力實驗 因為有兩種結果 所以我們把兩種 一種叫做成功 叫成功 所以這個S代表了就是成功 就是success 好,另外一個就是失敗 叫失敗 好,一個叫成功,一個叫失敗 有了這個壓門空間之後 然後我們有定激勵集合函數,對不對 我們上一次定了激勵集合函數 是定這樣子 P,我們把成功 這個集合的激勵變成P 那失敗的激勵就是1-P 就是1-P 你有這個實驗 你有一個壓門空間,就是成功跟失敗 然後你有了成功跟失敗 它的部門集合都叫做事件,對不對 部門集合 成功這是一個事件 這代表一個事件 這個激勵是P 失敗這個事件激勵是1-P 那它的部門集合還有什麼 空集合,空集合的激勵等於0 還有什麼 兩個合在一起全集 那激勵應該是1,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知道所有的激勵了 好,有了 有了,要門空間 有了激勵集合函數 好,我們就可以定義隨機變數,對不對 好,我們上一次定義隨機變數 這個是 多次通用的 就是等於是統一的 大家都做同樣的方法 我們把成功這一點 印成1 把失敗這一點印成0 所以我們是把 要門空間印到哪裡 印到01這個集合 把它印到這裡面 所以有時候你寫成R 你如果知道激勵 你就寫成這樣就好 因為它是印成0跟1 印成0跟1 好,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在討論隨機變數 討論隨機變數 一定是講隨機變數的分配 它的distribution 這個distribution可以是指 可以是指激勵密度函數 也可以是指分配函數,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比較喜歡的是激勵密度函數 好,x是隨機變數 好,我們現在講它的激勵密度函數 激勵密度函數 我們先討論1這一點的激勵密度函數 跟0這一點的激勵密度函數 為什麼 因為它的值域只有這兩點 它的值域只有這兩點 對不對 它把要門空間的點印到這兩點 它沒有印到別的點 所以R14空間除了0跟1以外的點 是沒有被對應的 沒有被對應的 所以我們就先討論1跟0 好,但是因為現在這個隨機變數是什麼 它的值域是不是只有兩點 是不是只有兩點 所以這兩點表示什麼 這個兩點是不是可數 是可數嘛,對不對 值域是可數的嘛 所以表示這個隨機變數是什麼 這個就是Discrete的Random Valuable嘛 因為它的值域只有兩點嘛 兩點當然是可數的 既然是可數的話 它就是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它的激勵密度函數 Proper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比如說F1應該是什麼 X等於1的激勵 好,Discrete的才對喔 連續的不對 連續的不對 所以X因為它是Discrete 所以激勵密度函數 在1那一點的函數值 就是隨機變數等於1的激勵 那隨機變數等於1的激勵 你要把它看成 這是X屬於1這個集合嘛 對不對 X等於1就是X落在1那一點嘛 X落在1這一點裡面 應該是把你要算激勵 要把這個集合印回去 對不對 你要算這邊的激勵的時候 你要把它印回去 這邊是X 印回去就是X inverse 就要把它印回去 好,要把1這一點印回去 印回去是什麼 印回去就是找 樣本空間裡面 好,樣本空間在這裡面 樣本空間這裡面 哪些點印成1 X inverse of 1是什麼 X inverse of 1是 樣本空間裡面的點 樣本空間裡面 我現在寫 寫W W 所以X X of W 等於多少 等於1嘛 對不對 X inverse of 1是什麼 樣本空間裡面的點 它的函數值等於1嘛 這個叫做 i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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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se就是印回去 好,你現在這個集合 只有一個點 好,我們就把這個集合 印回去 印回去就是你去 樣本空間裡面去找 看你有哪些點 它的函數值等於1 好,它把哪些點印成1 你看 它把S印成1 把F印成0 但是原來只有S跟F嘛 所以它把哪一點印成1 就是S這一點 所以它的 inverse 只剩下S這一點 這個集合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把S印成1 它沒有把別的點印成1嘛 所以 inverse就是S這一點的集合 這一點的集合 它的機率等多少 好,我們本來定義機率集合函數 這個機率是等於P的 這機率等於P的 好 那F0呢 當然就是X等於0的機率 X等於0就是X屬於0這個集合嘛 對不對 它落在0這個集合裡面嘛 落在0這個集合 你要把這個集合印回去嘛 所以就是X inverse of 0嘛 印回去以後 好,你就是樣本空間你去找 哪些點印成0 哪些點印成0 它把F印成0嘛 對不對 它把F印成0 所以印回去以後 只剩下這一點 這個集合 所以就是包含F這個集合 好,這個集合 所以應該是這個集合的機率 好,這個集合的機率 F的機率等多少 這個集合的機率等於1-P 1-P 好,但是我們知道機率密度函數 這個函數是什麼 這個函數它的Domain是什麼 它的定義率 它Domain是時數空間的啦 對不對 整個時數空間都要有定義的 你現在只算出0跟1 這兩點嘛 好,那其他點呢 好,X如果不是0 也不是1 對不對 那我要算LX嘛 對不對 X不是0也不是1 我要算LX 那LX應該等到多少 應該隨機變數等於X這一點 也就是說 X屬於小X這一點 你就是把這個集合印回去 對不對 這個集合 所以X inverse of小X 好,因為這個X不是0也不是1 對不對 好,它把哪些點印成X 因為它把X印成1 把F印成0 它並沒有把任何點印成X 對不對 因為這個X不是0也不是1嘛 但是樣門空間只有2點嘛 樣門空間只有2點嘛 這2點有一點印成1 有一點印成0嘛 那你現在一個X點 這個X點又不等於0又不等於1 所以把X這一點印回去的時候 你在樣門空間裡面找不到任何一點 它的函數值等多少 等於X 沒有,那就是空集合 空集合機率等於0 好,那我們就定義了 所有的點了 因為我們要定義 時數空間裡面每一個點 都要定義 對不對 好,這1那一點 它的機率密度函數是P 0那一點 機率密度函數是1-P 其他點通通是0 通通是0 好,所以這個X的機率密度函數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是整理以後的寫得比較漂亮 L by X等多少 等於P的X次方 乘以1-P的1-X次方 然後X等多少 0跟1 你看,你把它帶進去就對 X等於0帶進來 P的0次方是正1嘛,對不對 P的0次方是正1 0的話是1-P的1-0是一次方 所以0帶進來是1-P 0帶進來是1-P 你1把它帶進來的時候 是P的一次方,所以是P 這邊是1-1等於0 所以它的0次方是等於正1的 所以答案就是P 所以X等於1帶進來就是P 所以這整個 0跟1這樣剪寫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們都是記這個公式 這個要記下來的 你要倒一遍要記下來 所以當X是0或1的時候 它的機率密度函數是P的X次方 換成1-P的1-X次方 X如果是0或1 其他點是不可能 我這裡寫其他點 其他點代表說不是0也不是1 那不可能發生嘛對不對 因為它的Density都是0 所以答案就是0 這樣就表示說 這個函數是定義在整個14空間的 對不對,它定義在整個14空間 整個14空間 這個14空間裡面0或1的話是這個函數 如果不是0或1的話是0 是0 好,所以你現在看 我們有樣本空間 有機率集合函數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定義隨機變數 這個是統一的定法 隨機變數都是定成這樣子 有了隨機變數之後 你就要找它的機率密度函數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因為它的值域是什麼 0跟1這兩點 它的值域是0跟1這兩點 所以這是可數的點 值域是可數的點 這個隨機變數叫做離散型的 叫Discreet Discreet的時候 它的Density Function 就是隨機變數等於那一點的幾率 這個叫做Density Function 你在哪一點 你要把那一點印回去 要把那一點印回去 你才能夠算出它的幾率 才能夠算出它的幾率 最後幾率密度函數長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隨機變數 就是說我們做Bernouni實驗 做一次對不對 做一次 所以你只有成功跟失敗 你只做一次 只有成功跟失敗 這樣找出來的隨機變數叫做什麼 叫做Bernouni的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我都是寫成RV 叫RandomVolable RandomVolable RV叫代表RandomVolable 這個隨機變數叫做Bernouni的隨機變數 它的分配就是Bernouni Distribution Bernouni Distribution我的符號 我符號都會寫成 我如果寫成X 寫成這個similar 相似這個符號 這個叫符蟲 這個意思就是符蟲 它符蟲什麼分配 它符蟲Bernouni P 那通常這個P是不曉得的 因為P代表什麼 成功的激勵 成功的激勵 好所以到這裡為止 我們就介紹了一個實驗的 它的樣門空間 激勵集合函數 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的PDF 我們都導出來了 我們都只能講最簡單的 好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我們把這個Bernouni實驗 再做一個擴充 做一個擴充 有很多種擴充方式 我們現在講比較重要的 原來這裡是做一次的Bernouni實驗 所以只有成功跟失敗 我們現在如果做幾次 做N次 N次 N次的Bernouni實驗 當然N次 我要假設是獨立的N次 是N independent 你可以把它加 Independent 彼此要獨立的 N次的Bernouni 獨立的Bernouni實驗 假定說我們Bernouni實驗 做N次 做N次的時候 那做N次Bernouni實驗 每一次都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敗 對不對 N來的樣本空間是這樣子 你做一次的話 可能成功 可能失敗 做一次的話 可能成功 可能失敗 那你現在做N次 做N次 好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樣本空間長什麼樣子 因為你現在做了N次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先定義隨機變數 我們就直接把它進入 講什麼叫隨機變數 因為我們所關心的是什麼 你做了N次的Bernouni實驗 做了N次的Bernouni實驗 你到底有幾次成功 到底有幾次成功 所以這是Number of success 成功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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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次Bernouni實驗 你做了N次 N次Bernouni實驗 到底幾次成功 這個東西是隨機變數 這個東西是隨機變數 因為 好 那我們還不曉得樣本空間 我們還不曉得樣本空間 這個樣本空間應該長這個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通常把它寫出來 但是你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樣本空間應該寫成這樣子 它有N個點 為什麼有N個點 X1應該代表第一次Bernouni實驗它的結果 第一次Bernouni實驗的結果 X2呢 再下來是X2 對不對 第二次Bernouni實驗的結果 所以這個 這個X1 這X1一定是什麼 S or F 這個X2呢 一定也是S or F 對不對 這Xn 一直到 這是X2 這Xn一定也是S or F 對不對 從X1到Xn 你有N個點 N個元素 因為你做N次實驗 所以你會有X1到Xn 每一個都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敗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那你就有 這裡有 有N個點 有N個點在這邊 有N個元素 在這邊 所以這只是過程一個 過程一個 這樣元素 這每一個Xi都是S 或是F 那I等於1到N 這X1 X2到Xn 每一個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I等於1到N 這總共像這樣子的 你把它看成一個向量 總共有幾個 所以這全部的元素 這全部的元素 有幾個 有O的N四方 因為這裡有兩種狀況 這兩種狀況 兩種狀況 所以O乘O乘O乘O 一直乘O 所以有O的N四方 所以這壓門空間的點 有多少點 有O的N四方這麼多點 好 那我們X是隨機變數 我們把這裡面的點 把它印到什麼 我們把這裡面的點 把它印到14公間 它怎麼印 已經告訴你了 X就是成功的次數 所以比如說 我如果有一個點 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失敗 第三次成功 第四次失敗 然後最後都是失敗 假定有這樣子 比如說這是裡面的一個點 第一次是成功 第二次失敗 第三次成功 那下來通通失敗 那這個答案就是O 因為它算什麼 算成功的次數 好 那成功的次數等於O 不是只有這種狀況 我可以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成功 後面通通失敗 對不對 我可以前面兩次失敗 後面兩次成功 後面通通失敗 可以最後兩次成功 前面通通失敗 所以它有很多種狀況 都會 X都會剛好等於O的 好 我現在寫 胡號弄亂了 胡號弄亂了 這裡 我現在如果用X 好不好 我這裡應該要改成Y 因為我後面通通叫做Y 後面通通叫Y 好不好 後面通通叫Y 好 成功的次數 我現在把它叫做Y 因為我後面都寫成Y了 所以這個Y代表成功的次數 N次本輪的實驗成功的次數 好 那 那這個樣本空間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樣本空間已經 樣本空間已經蠻複雜了 對不對 樣本空間已經蠻複雜了 它裡面的一個元素 有包含幾個點 包含N個點 因為第一個點代表第一次實驗的結果 第二個點代表第二次實驗的結果 到第一個點代表第N次實驗的結果 好 那這總共有多少 像這樣子的點 有幾個 有奧的N次數這麼多 好 那我們要直接找 它的基歷密度函數 Y的基歷密度函數 因為Y是什麼 Y現在代表說 我做了N次本輪的實驗 你成功的次數 成功的次數 好 這個 這個Y的值 你看 這個Y的值 Y是什麼 成功的次數 你知道這個成功的次數 Y一定屬於什麼 Y是成功的次數 它的值 只會發生什麼點 它可不可能發生0 可能的 對不對 你可能做了N次實驗 都沒有成功 你可不可能發生1 會的 N次裡面只有一次成功 其他失敗 可不可能 會的 到最後等多少 等於N的 等於N的 會不會有01到N以外的點 不會 會不會1.2 不可能 你做N次成功 你不可能說有1.2次成功 對不對 你做N次 成功 如果不是一次 就是兩次到N次 不會1.2 不會3.4 所以 其他的小數是不會的 0到N以外的整數 也不會發生 好 所以這個值域 你看這個是值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Range Range 值域對不對 值域我們叫做什麼 值域就是Y of S 對不對 他把樣門空間 印過去以後的集合 這個叫做值域 他的值域有幾個點 0 1 2到N 這些點是不是可數 對不對 可數嘛 這是可數的點 所以他是Discrete 既然是Discrete的話 你看這是PDM PDM FY 他的肌力密度函數FY 應該是什麼 因為他是離散型的 所以FY 應該是Y等於小Y的肌力 因為他是離散型的 所以肌力密度函數FY 應該是Y等於小Y的肌力 因為他是離散型的 離散型的 好 Y等於小Y的肌力 Y等於小Y 那什麼叫Y 什麼叫大Y 大Y就是成功的次數 對不對 大Y就是成功的次數 所以成功的次數 剛好是小Y這個肌力 成功的次數 剛好是小Y的肌力 那你應該怎麼 應該再去把這樣門空間裡面 把樣門空間裡面 所有成功的次數 剛好是Y次 那些統統把它找出來 對不對 這樣門空間 這是樣門空間 樣門空間裡面 有些他的函數值是0的 有些函數值是1的 有些函數值是2的 有些函數值是3 有些倒是n的 好 那我們現在是小Y 所以我們要把這裡面 它的函數值是小Y的 通通把它找出來 好 函數值是小Y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只是把它 大概列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是成功 第二次成功 一直到第Y次成功 所以前面Y次是成功 後面通通是失敗 再下來你可以想 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失敗 然後再下來 Y-1次成功 再下來通通失敗 也可以對不對 好 最後就是 前面N-Y次是失敗 後面通通成功 所以成功一定要剛好Y次 其他都是失敗的 所以我現在列出來 這代表說 剛剛好有Y次成功 剛剛好有Y次成功 第一個是前面Y次成功 後面失敗 最後一個是最後Y次成功 前面失敗 這裡代表其他的狀況 其他的狀況 我沒辦法通通寫 好 但是你可以想像 大概就長這樣子 大概長這樣子 好 那你先這樣想 這個到底有幾點 這個到底有幾點 好 你把它想像成說 我們這邊是不是第一點 第二點到第N點 我現在有N個位置 是不是N個位置 N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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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Y次成功 擺什麼 擺成功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 Y次成功 其他失敗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點 有等於想像是 有N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到最後一個位置 這N個位置裡面 我們要給Y個位置 是放什麼 放S 其他的放什麼 放F 其他的放F 這樣就是組合 就是N起Y 因為SS跟SS 這是一樣的 成功成功跟成功成功 你把這個成功跟成功互換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組合 所以這個總共的點有多少點 有N起Y這麼多點 有N起Y這麼多點 但是每一個點 N起Y這麼多點 所以 那這個是一個點 再下來是一個點 有這樣很多點 總共有N起Y這麼多點 N起Y這麼多點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你看成是一個事件 這一個點可以 這是發生一種事件 每一個點可以看成是一個事件 每一個點可以看成事件 總共有N起Y這麼多點 就有這麼多事件 你把它想像它是 N起Y這麼多的事件的連擊 但這麼多的事件是互次的 為什麼互次 如果前面通常成功 後面都是失敗 不會變成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失敗 後面再歪減一次成功 最後都是失敗 不會這樣子的 所以這些點 有N起Y這麼多點 因為他們是互次的 互次的就是說 如果發生這個 絕對不會發生這個 絕對 發生這個就不會發生另外一個 他們彼此是互次的 互次的話 你要算 你現在算 probability 你的肌力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N起Y這麼多點 你每一點都可以算它的肌力 每一點都可以算它的肌力 那你有N起Y這麼多的點 它的肌力 總全部的肌力應該是個別肌力相加 應該個別肌力相加 因為他們是互次的 互次的 你現在這點數有N起Y這麼多點 你要把它當成N起Y這麼多的事件 這些事件是互次的 是discoint的 他們是互次的 互次的話 連擊的肌力等 個別的肌力相加 好 那你再回過頭來看 每一個事件的肌力等多少 比如說這個事件的肌力等多少 因為我們講說這些事件是什麼事件 這是獨立的事件 獨立的事件的話 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失敗 肌力是P乘以減P 對不對 因為它獨立嘛 所以肌力是相乘 所以如果發生這種狀況 發生這種狀況的肌力 這裡發生的肌力是P 第二個是P 這個是P 所以應該是P的Y四方 因為這個通通是P嘛 好 這是失敗 所以肌力是以減P 以減P 以減P到以減P 有N-Y 所以這個肌力應該是長這樣子 所以這個事件的肌力 前面Y次都成功 後面都是失敗 這個肌力是P的Y四方 為什麼是P的Y四方 因為剛好有Y次是成功 成功的肌力是P 為什麼是以減P的N-Y次 因為剛好有N-Y次失敗 那失敗的肌力等於以減P 好 那為什麼是相乘 因為他們彼此是獨立的 因為他們彼此是獨立的 所以這是相乘 好 不管這裡總共有多少狀況 N-Y這麼多狀況 每一種狀況都是什麼 這裡面的點數有N-Y 每一個點 每一個狀況都是什麼 都是剛好有Y次成功 其他都是失敗 Y次成功就是這Y次 它每一次成功 所以它肌力都是P乘P 都乘P的 所以應該P的Y四方 其他通通失敗 都是1-P成1-P 有N-Y次 所以N-Y次 所以都是1-P的N-Y次方 好 所以這個成功的次數 剛好是小Y 這種狀況有這麼多 有N-Y這麼多狀況 有N-Y這麼多狀況 每一個肌力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個肌力 都是這個肌力 因為它們是獨立的 因為它們是負次的 負次的 所以應該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N-Y 再乘以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肌力密度函數 當Y等多少 當Y等於0 1 2到N的時候 0 1 2到N的時候 它的肌力密度函數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Y代表的是什麼 你N次本努力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肌力密度函數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如果不是0 1到N 那是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是0 不可能就是我們就不算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肌力密度函數 F-Y應該寫成這樣子 Y如果是0 1到N的時候 它是N取Y的組合 乘以P的Y次方 乘以1-P的N-Y次方 Y如果是0到N 如果不是的話 其他點它通通是0的 其他點通通是0的 這個肌力密度函數 你要想像它為什麼是N取Y N取Y就是說 你有N個點 你有N個點 你剛好有Y次成功 N個點剛好有Y次成功 這等於N個點 你要擺Y個位置 要把它擺成功 像我們一排 有N個位置 N個位置我們要擺Y個成功 N-Y個擺失敗 你的擺法 你的擺法 你的擺法就是N取Y 每一種狀況它的肌力都是 因為你有Y次成功 所以都是P乘P一直乘P 所以P的Y次方 失敗的都是1-P 就是N-Y 所以它的肌力密度函數 就長這樣子 那這Y是0到N 其他點就是0 所以你看它定義了整個時速空間 定義了整個時速空間 能氣是不是有一台關掉了是不是 好 我們剛剛導出來那個分配 就是說你做N次本輪理實驗 成功的次數把它叫做Y 是隨機變數 這個Y它可能產生的值 是0到N 所以它是Discrete 因為它是可數的點 可數的點 它是Discrete 那我們把它Density function 導出來 那個PDF就是它的分配 就是叫它的分配 所以我們就說Y它具有什麼 這種分配叫做 Binomial Binomial Discretion 叫做二項分配 一項兩項 二項分配 叫二項分配 所以我們符號會寫成這樣子 Y 符從 符從什麼分配 因為每一個隨機變數 為什麼要符從 每一個隨機變數都會有一個分配 每一個隨機變數都會有一個分配 好 那個分配我們就說它符從這個分配 為什麼要講它符從那個分配 因為這個隨機變數 所會在每一個點發生的機率 到底要發生多少 都是按照那個分配來的 對不對 那個分配在那一點 那一點如果比較高 值比較大 表示它發生在那一點的機率就比較大 好 在某些點 它的分配的那個 那個值如果比較小 它分配的 它發生那一點的機率就會比較小 比如說我隨便寫一個這樣子 如果這個是機率密度函數的話 對不對 好 這一點可不可以產生 這一點會產生的 這一點產生的高度等多少 是Fs 你看 這麼高 所以它發生的機會有這麼大 好 那這一點會不會發生 也會啊 在這一點也會 對不對 那發生的機率等多少 就那麼小嘛 這是Fs嘛 對不對 表示這一點也可能發生 但它發生的機會很小 所以它的機率密度函數代表什麼 代表它發生的機會 發生的機會 所以每一個隨機變數 我們都要把它的機率密度函數找出來 機率密度函數找出來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它導出來了 Y的分配 那個機率密度函數 就叫做 像分配 符號就是Y 胡蟲 這個B 就代表 就代表 這N代表什麼 做了N次實驗 N次本倫理實驗 這個P代表它成功的機率 通常這個P是不知道的 這個P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你們都練過的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把符號統一 符號統一 所以你要記得這樣子 這個練過以後你就要知道 如果你做Bernouni實驗 你做一次 做一次 做一次 你考慮成功的次數 成功的次數 成功的次數 因為你只做一次 所以不是0就是1嘛 對不對 不是0就是1 它的分配就是這個Bernouni分配 好 你如果做N次 Bernouni實驗 成功的次數 因為你做了N次 所以成功的次數可能0 可能1可能2可能到N 它的分配呢 會變成是偶像分配 這個要知道 這個要知道 好 現在講的這個是離散型的 但是分配還有很多連續型的 還有很多連續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連續型的 比較重要的是連續型的 連續型的話 我們都是直接把 機力密度函數告訴你 機力密度函數告訴你 好 現在我們說 比如說X 是一個RandomVolable X既然是RandomVolable 它一定是什麼 它一定是把樣門空間 印到14公間 對不對 它一定是把樣門空間 印到14公間 好 那這個X 一定會 如果是連續型的話 那X 屬於某一個集合的機率 會等於它的Density 本來是這樣講的 我們本來是這樣寫的 本來是這樣寫的 本來是這樣寫的 它的Distribution function 分配函數 分配函數 本來是X 小等X的機率 對不對 這個可以寫成 某一個函數的積分 從負物窮機到X 就是說如果 某一個隨機變數 某一個隨機變數 因為它是把樣門空間 印到14公間 如果這個隨機變數 因為隨機變數 一定會有分配函數 分配函數 就代表隨機變數 小等那一點的機率 如果這個隨機變數的分配函數 你看它的分配函數 可以寫成某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一定要大以後等於0 寫成某一個函數的積分 從負物窮機到X的話 一個隨機變數 它的分配函數 可以寫成某一個 恢復函數的積分 從負物窮機到X 這個隨機變數 就叫做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然後它的PDF 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它的激勵密度函數 這個函數 就叫做它的激勵密度函數 好 這種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我們通常激勵密度函數 是直接給你的 好 我們現在直接告訴你這個 我們說X這個隨機變數 它的分配叫做什麼 叫做常態分配 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 叫做normal distribution 好 既然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 它就是 它是連續型的 它是連續型的 表示它的分配函數 可以寫成某一個函數的積分 表示它的分配函數 可以寫成某一個 恢復函數的積分 恢復函數的積分 好 那這個函數現在告訴你 這個函數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長成這樣子 好 這個函數是什麼 分母是根號2pi pi就是3.1416那個pi 這裡乘以這不是6 這叫做sigma 希臘字這個叫sigma 我寫這樣子不太正 我寫這樣子不太正啦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叫sigma 你過來之後 它的植域就是 它的植域就是整個十次空間 所以它是印成嘛 對不對 這是on2嘛 因為它把它印到這邊 結果每一點都有被印到嘛 對不對 這個叫印成 就是on2 對不對 所以x如果一個隨機變數 一個隨機變數 它的分配函數可以寫成某一個函數的積分 那個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那個函數長成這樣子 我們就說這個隨機變數 具有常態分配 好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 一個隨機變數 具有常態分配 它的PDF一定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l by x 等於這個東西 等於這個函數 l by x寫成這樣子 根號2pi乘以sigma分之1 1的5 兩倍sigma平方間 x-μ平方 x屬於r x在整個十次空間 好 在這裡有兩個東西 這個兩個東西 一個是mu 一個是sigma mu是某一個時數 我們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某一個時數 我們可能不知道 sigma是一個大一點的東西 好 x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說x 具有常態分配 它的min 就它的寫成一個n 這裡有一個mu 有一個sigma 平方 mu就代表這個東西 代表這個東西 x的激勵密度函數 x的激勵密度函數 長這個樣子 就叫做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 那激勵密度函數 必須大於或等於0 你看到有沒有大於或等於0 我們這邊講mu 是日曆時數嘛 這沒有關係 sigma一定要大於0 好 根號2pi是大於0的 sigma大於0的 所以這一項是大於0 所以這整項大於0的 這裡是指數函數 雖然這上面是負的 指數函數是大於0的 所以這整個是大於等於0 沒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函數 a l by s 大於等於0的 這個函數的picture 它的圖 長這個樣子 就像我剛剛畫的 長這個樣子 這個函數的中心點是什麼 mu 中心點是mu mu把他x等於mu的時候 帶進來是mu-mu等於0 所以像1的0次王是正1 這個是最高點 這是這函數的最高點 這函數的最高點在這一點 所以代表 代表什麼 代表 兩次微分在mu那一點 要 最高點要小於0 對不對 要小於0 這個函數還有一個特性 在 這一點是mu加上sigma 這一點是mu減掉sigma 它在這兩點的時候 這個函數 兩次函數在mu減sigma 它等於兩次函數在mu加sigma 都等於多少 多等於0 多等於0 它在mu減sigma 跟mu加sigma 這個函數 在這兩點兩次微分等於0 代表是什麼 這是 這兩點 所以mu減sigma and mu加sigma 是什麼點 這兩次微分 這兩次微分 多小於0 所以是凹向上 這段呢 這是兩次微分 這段呢 這是兩次微分 多小於0 所以是凹向上 凹向下 凹向下 對不對 這一點 以下的 這一塊的 也是兩次微分 大於0 所以是凹向上 對不對 所以凹向上 再凹向下 所以這一點 就等於緩曲點 兩次微分 就等於0 對不對 所以這邊兩次微分 大於0 這邊小於0 所以這一點就等於0 這邊是小於0 這邊大於0 這邊就是等於0 所以這個凹數整個是長的這個樣子 這是常態分貝啦 常態分貝 所以這個 這個PDF 一定要會貝下來 你如果 上到期中考之後 你還不會貝的話 你就不用上課了 就不用上課了 因為這個 我們會天天用 會天天用 天天在用這個東西 有些人要走了 好 所以 這樣子的分配 就叫做 常態分配 就叫做 常態分配 好 這個常態分配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μ 一個叫Sigma平方 我們會在討論 他們是 他們代表什麼 好 如果這個μ 剛好等於0 假定這個μ剛好等於0 這個Sigma剛好等於1 好 任了一個隨機變數 分配長的這個樣子 都叫做常態分配 不管你的μ等於多少 不管你的Sigma等於多少 Sigma當然要大一點 如果μ剛好等於0 Sigma剛好等於1的話 這個常態分配就叫做什麼 會給他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標準常態分配 叫做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叫做標準常態分配 叫做標準常態分配 好 因為這個隨機變數的PDF 是長這個樣子 隨機變數的PDF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說 如果X的分配是常態分配 假定X的分配是常態分配 你想算X露在某一個範圍的激率 你想算它露在某一個範圍的激率 你要對A這一塊把它激出來 把它激起來就好 激出來的答案就是 隨機變數落在這裡面的激率 那你現在看 本來你要算這個激率要怎麼算 你知道嗎 本來你要算這個激率 應該要把這個集合 是不是要硬回去 要把這個集合硬回去 硬回去裡面 硬回去就是你去樣門空間裡面去找 對不對 本來你要這樣算的 隨機變數落在任何一個範圍的激率 你應該要把這個集合硬回去 硬回去你就是去樣門空間裡面去找 對不對 你樣門空間裡面去找 看哪些點 X把那些點落在哪裡 落在A裡面 所以你要算這個激率 本來這個激率等於這個激率 樣門空間裡面的點 哪些點 函數值落在A裡面 對不對 要把這些印回去 再去找激率 本來算激率要這麼麻煩 但是因為你已經知道它的激率密度函數 你一旦已經知道它的激率密度函數 你就不用回去找了 你直接怎麼 你直接積分就好了 直接積分就好了 所以 所以隨機變數 本來你在算它的激率的時候 按照定義 因為所有的激率都透過激率集合函數 所以你要把那個 你要X落在某一個範圍的激率 那個事件 你要把那個事件 你要把它印回去 原來樣門空間裡面的不溫機 原來樣門空間就是大S 要回去那邊找激率的 要回去找 但你現在不用了 不用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 因為你直接把它激溫就好了 激溫很容易 所以我們學微激溫就是 我們就會激溫 就會激溫這個東西 即使你不曉得 沒有辦法 把這個激溫的環導數 即使你找不出來 你也可以用數值分析的方法 把它算出來 所以 你一旦 一旦有了激率密度函數 一旦有了激率密度函數 你再算激率 你就直接對激率密度函數 激分 好 那我們現在告訴你一個性質 就是說 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它的激率密度函數 如果你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應該等多少 應該等多少 這是激率密度函數 這是PDF 激率密度函數 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好 這是一個隨機變數的激率密度函數 隨機變數是什麼 是X PDF X X是Renovable 這個隨機變數的激率密度函數 是Lx 好 那我現在Lx把它積分 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隨機變數的激率密度函數 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這個意思就是說 隨機變數落在這個範圍的激率 從負無窮到無窮的激率 就等於X落在R裡面 R就是負無窮到無窮 對不對 因為X落在這個範圍的激率 就是這個隨機變數的PDF的激分 它落在哪一個範圍 你就對那個範圍激分就好了 所以現在這個激率密度函數 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它應該代表的就是隨機變數 落在負無窮到無窮 就是落在時速空間裡面的激率 那隨機變數落在時速空間裡面的激率 我們現在就用原來的定義 應該要把這個集合運回去嘛 所以應該是X inverse 但是我們知道X把什麼 把樣門空間運到時速空間嘛 X是隨機變數嘛 它把樣門空間運到時速空間嘛 那X inverse它把X把這個印到時速空間 Inverse把R印回來一定印到什麼 已經印到整個樣門空間嘛 反函數一定回來一定是整個 一定是整個樣門空間 整個樣門空間的激率等多少 等於1的 等於1的 好 這個告訴你說 任何一個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它的激率密度函數 激率密度函數的積分 從負無窮到無窮積分 永遠要等於1的 好 這個永遠要等於1 這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告訴我們這個很好的性質 這個東西 如果你去考研究所 搞這樣子 0到無窮的積分 DX 你會不會計 你一定不會計的嘛 對不對 根號2pi 乘以sigma分之1 1的負2 sigma平方 這X的μ平方 這個積分從負角到無窮積分 你一定不會計的 因為 你看不到哪一個公式 是這個東西的環導數 但這個答案是1 因爲什麼 這是PDF 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這是常態分配隨機變數的 激率密度函數嘛 蛤 蛤 對不起 這也負無窮啊 負無窮 負無窮 寫錯了 謝謝你 負無窮 0不會二人之一 也不會二人之一 因為 因為中心點不是μ 中心點不是μ 所以如果負無窮到正無窮積分 這個答案就是1 答案是1 所以你知道 你讀了統計之後 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有些題目 你一看就知道答案 一看就知道答案 你就利用統計的性質 就知道了 對不對 就知道 好 好 我們剛剛講的標準常態分配嘛 好我們來看一個定理 看一個定理 這個 這個 原來這個分配叫做偶像分配 x 如果x 是等於number 成功 m n 本努力 x 就是說你N次 你N次本努力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是什麼 binomial mp 我們知道的是這樣子 你做n次本輪尼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就是binomial mp 所以bmp代表偶向分配 偶向分配 你做了n次本輪尼實驗成功的次數 分配叫偶向分配 這個偶向分配 會偶向分配的激勵密度函數 是長這個樣子 L by x n 起 x p 的 x 次方 e 減 p 的 n 減 x 次方 我們現在如果把np定成lambda 定成lambda 把這個固定lambda np 變成lambda 好 那讓什麼 讓這個n去進無窮 這個會去進你xj乘分之lambda的x次方 乘以1的負lambda次方 好 讓n去進無窮 這裡是n去進無窮 好 n去進無窮的時候 這個激勵密度函數會去進你這個東西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說 本來這個分配是什麼分配 你做n次本輪尼實驗嘛 對不對 做n次本輪尼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是這樣子 但是你讓n去進無窮變成做幾次 本來你是做n次 n去進無窮變成做無窮次 對不對 你做無窮次本輪尼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就變這個了 就變這個 本來這個奧向分配是代表的是 你做n次本輪尼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是奧向分配 但是當你的n去進無窮的時候 它會去進你這個分配 我們再把這個分配叫做什麼分配 叫做什麼分配 我們看這個證明 看這個證明 這個 PDF是這樣子 n起 x p的x次方 e減p的n減x次方 我們現在把lambda叫做np嘛 我現在把lambda叫做np lambda叫做np 好 那你現在看 n來的機率密度函數 偶向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是長這個式子 長成這個樣子 我現在把lambda叫np 我現在這個還是n起 x 可以寫成多少 是n階乘 x階乘 n-x階乘 p呢 p等於n分之lambda p等於n是lambda p等於n是lambda e減p呢 是e減n分之lambda n-x次方 好 我現在只是把p等於n是lambda 把它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 這裡面跟n沒有關係的 把它提出來 什麼東西跟n沒有關係 x階乘跟n沒有關係 所以我把x階乘拿出來 還有一個 這個lambda的x四方 跟n沒有關係 lambda的x四方 把它提出來 好 後面呢 這個n階乘 n階乘除以n-x階乘 可以n階乘 n-1 n-2 一直到n-x加1 再下來 就是跟它一樣的 就可以消掉嘛 所以你會有一個 n乘以n-1 n-2 一直到n-x要加1的 n-x加1就是n-x-1 n-x加1就是n-x-1 那這裡有一個n的x四方再分母 n的x四方再分母 我把它寫起來 這裡有一個n的x四方 後面的把它拆開 一個是1-n分之lambda 的n次方 一個是1-n分之lambda 的-x次方 好 再下來 這個照抄 x階乘 lambda的x四方 這上面有幾項 n就是n-0 n-0是第一項 n-1是第二項 你看這裡有幾項 n-0 -0是第一項 -1是第二項 -x加-x-1 應該是第x項 所以這總共有x個 所以有x項 下面是n的x四方 是n乘n乘ns 有x個n相乘 所以你每一個都除以n就好了 每一個都除以n 所以n除以n是1 乘以1-n分之1 這個n-2是1-n分之2 乘到最後是 1-n分之1 x-1 所以這上下相除 因為上下都是x向相乘 x向相乘 這個照抄 1-1 這裡1加上n分之-lambda 我把它寫成這樣子 n次方 1-n是lambda的-x次方 好,我們要讓n趨近無窮對不對 1-n分之1會趨近多少 n趨近無窮 這個趨近0 1-n分之2也是趨近...啊,對不起 趨近1啦 這是趨近1 因為n分之1趨近0 所以1-n分之1趨近1 1-n分之2也是趨近1 1-n分之x-1 x是固定的,對不對 不管x等多少 x是固定的 這個也是趨近1的 好,這每一項都趨近1 趨近1的東西相乘還是趨近1,對不對 極限存在的話 每一個都存在 相乘的極限等於極限的相乘,對不對 好,所以這每一個極限都是1 好,再下來這個東西 1加上n分之a的n次方 這是趨近1的a次方 這是圍極恩告訴我們的 因為這是無窮的 這裡是常數的無窮次方 1加上一點點的n次方 這個是趨近1的a次方 所以這個東西是趨近1的fu lambda 好,這裡面1減掉n次 lambda 這是趨近0的 當然fu x次方還是趨近1的 還是趨近1的 由這裡面去 所以1減這個趨近0 所以1減0是1 1的fu x次方還是1 還是1的 所以這個最後等於多少 所以這個會趨近1 xj乘lambda的x次方 這裡通通是1喔 每一個都是1 所以就是1 這裡有一個1的fu lambda次方 這裡是1 所以就是1的fu lambda次方 好,這裡的x就是不管等於0 0等於1等於2 不管哪一個正整數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2向分配 2向分配是你做n次本輪你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是2向分配 當那個n趨近無窮的時候 它的分配會變成這個分配 分配會變成這個分配 這個分配我們就把它叫做 Poisson分配 叫Poisson Distribution 1-n 這個n趨近無窮 這個n趨近無窮 這趨近0 1-0的fuX 有限次方 1-n 這個m趨近無窮 1-0的fuX 1-n Lambda的np的話 2-n 我知道啦 我知道 這個會混淆 這意思就是說 這有點亂 因為Lambda等於np嘛 n趨近無窮嘛 那就是說p是非常非常的小 讓n非常大的時候 np還是很小 所以簡單說就是Lambda定時就是 對對Lambda要固定 所以也就是說 n雖然是趨近無窮 但那個p要非常小 它才會變這樣子 p越來越來越小 蛤 p越來越來越小 現在開始變得很小 對啦 所以這個是一個近視 這個理論上不是很美 理論上不是很漂亮 但是 但是那個 就是說 你n非常 你知道 你讀數學 讀維基因 讀維基因 我們在講 縮鏈 在講縮鏈 講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定理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 如果你的p 因為n很大的時候 n很大 如果p是夠小的 使得np不是很大 通常是 通常理論上 他們應用 就是np可能小於 或等於5 或等於3的時候 那個結果是很接近的 對不對 你本來算機率 你可以用偶像分配去算 n不管多大 其實都還是偶像分配 m不管多大其實都還是偶像分配 所以你可以用偶像分配去算機率 好 但是如果那個p是夠小的時候 p是np不是很大的時候 你用這個 普阿蘇分配去算的機率 跟偶像分配算的機率是一樣 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 這理論可以告訴我們說這樣子 告訴我們這樣子 如果np很大 那就不好用 那就不太 那就不準了啦 就不準了啦 我以為你們看不出來 好這個 基本上 就是你把np等於lambda 當作是一個有限的 有限的 所以偶像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會縮練到這個分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對不對 縮練到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縮練到這個函數 這函數當然還是機率密度函數嘛 所以這種機率密度函數的分配 就叫做什麼分配 叫做普阿蘇分配 普一宋 所以普一宋應該是一個人 他造出來的分配叫普阿蘇分配 所以普阿蘇分配是這樣子 lx等於 如果你的x是正整數 包括0 包括0的正整數 density function是x階層 分之lambdax次方 1的x階層 如果不是這些是0 什麼時候會接近你普阿蘇分配 你做無窮次的本輪理實驗 這有什麼用 你看齁 如果你是一個電話公司 現在電話公司 電信局是電話公司 以前在打電話是怎麼打的你知道嗎 比如說以前你要打電話打到高雄 從新竹打到高雄 你必須先打到新竹的電信總局 打到電信總局 電信總局會有很多的小姐在那邊接線聲 在接電話 他接到以後 他問你你要打哪裡 你就告訴他高雄幾號幾號 所以他才幫你轉 所以現在是直播嘛 你自己按07 高雄應該是07嘛對不對 幾號幾號就到高雄去了 以前是要打到電話公司 打到電話公司 那電話公司要有小姐去接的 所以電話公司必須知道說 今天大概會有多少人要打電話嘛 因為有多少人要打電話 才要配多少接線聲在公司嘛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 比如說交大現在你從外面要打到交大來 也是打03然後572121然後自己再轉播 這是現在嘛 20年前不是嘛 20年前要有總機接的嘛 你要先打到總機 你告訴他我要打宿舍幾號 他再幫你轉接以前 那個時候學校就要知道說 今天可能有多少人會打電話到交大來 要找人 所以必須要有多少總機 所以他要去算有多少人要打電話進來 好這個時候你就想看看 全台灣每一個人都可能打電話到交大進來 每一個人都可能 但每一個可能性都很低 對不對 除非有人家裡有小孩在交大嘛 或有親戚在交大 不然怎麼會打電話來 好所以你把全台灣每一個人都當作 他可能打進來也可能不打進來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能打電話進來 也可能不打電話進來 這是不是本論你實驗 台灣有多少人 那時候比如說一千萬人嘛 好不好 沒有一千萬啊 五百萬人好不好 五百萬也過大了嘛 你那個 那個 那個數列 維基雲在討論 數列縮鏈 N是30就很大了 就接近你那個縮鏈值 對不對 30就很接近了 五百萬過不夠大 當然過大嘛 所以五百萬一定接近你普華松分配 一定是接近你 所以你如果考慮說 全台灣有多少人要打電話到交大進來 這個這個有多少人要打電話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能打電話 也可能不打電話 這個就是普華松分配 你如果開一個醫院 在新竹 有新竹是有多少人要來看病 因為你要決定說我今天到底要排幾個醫生在那邊看病啊 如果你排了二十個醫生 結果三個病人進來 你不是虧大了嗎 對不對 如果一堆人要來看 就是你排兩個醫生 那不是很多人看不到病 然後就跑到別的醫院去 你也虧大了嘛 所以你要去預測說 多少病人要來你這個醫院 新竹是每一個人都可能來你這個醫院 也可能不來你這個醫院 所以它是一個本努力實驗 每一個人都是本努力實驗 有多少病人 有多少人要來看你的醫生 這個隨機變數就是普華松分配的隨機變數 就是普華松分配的隨機變數 所以這個隨機變數很重要 這個像這樣的分配以前都是水造出來的 就美國的Bell實驗室 Bell實驗室是全世界最大的電話公司 對不對 全世界最大的電話公司 所以這早期的研究都是他們弄出來的 所以這分配大概會是像這樣的東西 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分配長了這樣子的 多叫做普華松分配 這個要背下來 要背下來 那這個它的分配我們就寫成 X是浮蟲 poison 括號lambda 因為這裡面的lambda 你可能不曉得 它到底是多少 我們可能不曉得 不曉得 所以你現在要 你要有這個感覺 你要想像 如果你做N次 N是固定 N次Bellin實驗 你的Number of S S代表成功 Success N次Bellin實驗成功的次數 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這隨機變數的分配就是binomial 就是binomial 你如果做了次數 這N是其無窮 是infinite 是正無窮 是無窮次的Bellin實驗 它的成功的次數 它的分配就變成 poison分配 變成poison分配 好這個 這樣的觀念 你要有 觀念你要有 就不是只是倍公式 你要有這樣的概念 要這樣的概念 好我們現在想要講的分配叫做 gamma distribution 我問 你們這個是不是都 都會啦 有印象啦齁 好啦如果 如果你們都會要告訴我 就不要浪費 我們現在看一個 要看一個分配叫做gamma分配 要看一個分配叫gamma分配 gamma分配要先看一個東西叫做gamma function 這個gamma函數 這應該就是你們數學裡面應該練過 就是gamma 好這是一個函數 這是一個函數 這是一個函數 它是alpha的函數值 gamma of alpha 這alpha希臘字 它alpha是大於0的東西 大於0的東西 它是定義成0到無窮的積分 x的alpha減1 1的負x dx dx 好 這是一個數學函數 這函數很有用 很有用 在很多地方都很有用 所以這個叫做gamma function gamma function 給一個alpha 這alpha是大於0 所以它的定義 alpha大於0 gamma alpha 等於什麼 這是一個函數 x的alpha減1次方 x的alpha減1次方 這個gamma function 這gamma function 這gamma function 有一些特性 properties 你看它第一個特性 這個用不分積分 因為你看這個積分可以用不分積分 對不對 這個當u 這個當作dv 這個可以用不分積分 不分積分 你不分積分 你就可以得到 gamma of alpha等多少 等於alpha減1 乘以gamma alpha減1 gamma alpha一定等於 alpha減1 乘以gamma alpha減1 但是你的alpha要大於1 這個alpha要大於1 alpha要大於1 所以這是一個性質 這個 第二個性質 gamma of e gamma of e 你把e帶進去 e帶進去 就是0到無窮的積分 1-1等於0 0次方是正1 所以e的負x 這個會積分 對不對 e的負x的積分 就是等於正1 所以你如果gamma e gamma e 就是正1 gamma e就是正1 好 那你 gamma n呢 n是正總數 n是正總數 gamma n 你就用上面的公式 你用上面的公式 gamma n 用上面這個 應該是n-1 乘以gamma n-1 gamma n-1 是n-2 乘以gamma n-2 gamma n-2 是n-3 乘以gamma n-3 所以這個最後 應該是等於多少 n-1 乘以 n-2 乘到 3 2 1 gamma of 1 到1 的時候 3 2 1 應該乘以gamma gamma 1 又是1 所以答案就是 n-1 階層 n-1 階層 所以如果是 整數的時候 正整數的時候 gamma n 就是n-1 階層 就是n-1 階層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們沒辦法證明 我把它寫下來 這個要數學證明才有辦法證明 這個 我不曉得你們讀過的微積分 高維有沒有證過這個 一般的工程數學就會證明這個 因為這個工程上比較有用 Gamma of 1 等於更好拍 Gamma of 1 等於更好拍 這個 Gamma函數 這個Gamma函數 這樣一個函數 主要目的就是要定義 主要目的就是要定義一個分配叫做Gamma Gamma distribution Gamma distribution Gamma distribution 因為 好 我們說一個隨機變數 X是random variable 對不對 所以X是從要門空間 運到時速空間 好 那你這個S可以定義 激勵集合函數 對不對 這個S你會有激勵集合函數 好 所以你想要算 它運過來之後 你想算 這個激勵集合函數 你想算X 是落在某一個集合裡面的激勵 對不對 你想算它 落在某一個集合裡面的激勵 這個激勵 如果剛好 花生等於多少 等於這樣一個函數 Gamma Beta的α側方分之1 X的α減1 1的負 Beta分之X的激勵 對A這個範圍的激勵 好 也就是說 你如果一個隨機變數 它把它運過來之後 好 你想算這個X 落在某一個範圍裡面的激勵 剛好是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積分 其他 好 那我們就說 這個隨機變數 具有什麼分配 就是Gamma分配 Gamma分配 然後這個 這個函數 是大以後等於0 所以這個函數 就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激勵密度函數 好 這個函數 我現在把它寫在下面 你看 Gamma of Alpha 所以這個Gamma of Alpha 就定立成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積分 這裡的Gamma of Alpha 其實就是這個積分 好 這裡的Beta Beta也是大於0的東西 Gamma Alpha 乘以Beta的 Alpha 次方 這整個的導數 乘以X的 Alpha 減1次方 再乘以1的負Beta分之X 好 這X換為是大於0 小於0是沒有的 小於0是沒有的 是等於0 好 這樣子的分配 我們叫做Gamma分配 我們就寫成X是乎從 我寫一個Gamma 括號寫Alpha Beta 因為這個激勵分配裡面 有一個Alpha 有一個Beta 可能不曉得 它的這個激勵密度函數是長這樣子 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裡是0嘛 PDF長這樣子 你看 這邊是什麼 這邊沒有嘛 是0嘛 所以這邊Fx等於0嘛 比0還小的話 激勵密度函數是0 所以它不會發生的啦 對不對 它不會發生的 好 那比0還大的話 它大概是很快的上去 後來慢慢下來 它跑到無窮去的啦 這裡拉到無窮的 這裡拉到無窮的 它PDF大概是長得類似這樣子 長得類似這樣子 這個分配叫做Gamma分配 這是很重要的分配 這是很重要的分配 這是Gamma分配 我們下一次再講啦 下課 M.